韩国乒乓球公开赛进行了女代决赛较量,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朱宇林击败陈梦夺冠,连续战胜丁宁和刘诗王的陈梦最终一看持续二军,首局比赛,朱宇林11比4复胜开门红。 第二局,陈梦11-7环以颜色,第三局,朱宇林11比8再度取得总分领先,第四局,朱宇林11比5继续扩大胜火,第五局,朱宇林11比9锁定胜局,最终,朱宇林4比1祭拜了陈梦夺冠,这是朱宇林今年第一个公开赛女大冠军。 本次韩国公开赛,复出后的陈梦状态即将连续战胜队友,她以4比0战胜率加益,4比1祭拜丁宁,4比2祭拜刘诗文,可惜决赛不敌朱宇林,丁宁,刘诗文。 朱宇林都是排在陈梦之前的女拼三大绝对主力,也是从实力来讲的国际平台世界前三。 陈梦写一切创造了连续击败世界前奪冠的神技。 在此前的中国公开赛,当时还排名世界第一的陈梦,因为伤病坐手术退赛。 数月没比赛的陈梦在7月初丢掉了世界第一,取代她排名世界第一的恰巧是朱宇林。 如今,朱雨林在决赛中,击败了陈梦,夺得韩国白金战女胆冠军,为自己的世界第一排名证明,世界第一排名,韩国战女胆冠军。 朱雨林在七月份可谓双喜临门,在中国公开赛上,朱雨林在总分3比1领先时,意外搬船不敌日本选手之前少计被淘汰,女拼新帅,孔令回接班人李笋,严厉的逼贫了朱雨林,称,她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并举出前进方向。 作为朱雨林的恩师,李笋的劈行敲醒了朱雨林,她也用冠军洗刷知足,向人师证明自己,在这一方面,李笋对爱图的严厉立了大功。